大家早上好 我是小鱼 现在是早上六点钟 我们现在准备出牌了 上 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换网了 我们把这个网用水把它打湿 这样子的话 下网比较好 下不软它粘在一起了 下不软它粘在一起了 好了 我们的网鱼已经放完了 大概等两个小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收网了 现在开始收网了 看这个皮皮虾都是带高的 不大 但是都是带黄的 听到它在叫了吗 跑大一条山崖 这个皮肤没有 黄黄太小了 太小了 不要 放开它 真的 放开它 太小了 太小了 咬断了 这是个软壳 还到没有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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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不多 大部分都是那条虾 这个不是明虾 这个是黄虾 都是虾 差别会很大 看到吗 现在这个字节虾会比较多 看那边有一个红虾 刚刚起来的大鱼 这大鱼不大 很小 把它放了 回去吧 这是今天的第一条九度鱼 往下 虾比较多 没什么 第一网没什么收获 我们接着第二网看看 缠在一起 能不能 一只 现在的东西很贵 因为它特别少 那个小一点 刚刚的大鱼 都会把这个黄虾都缠住了 耐尿虾缠着 耐尿虾缠着手 特别痛的 是呀 别看着我带着手套 但是那个 差不多受伤了 那个手 哇 一条好大的牛鱼 还是活的 一边有口福了 有血理了 它小了 范围大 这种小的就不要了 哇 那里差不多是耐尿虾 现在这个季节 耐尿虾慢慢开始多了 大家喜欢吃耐尿虾的 就过来啊 这是今天最大的一条九树了 大不大 那网吃完了 那九树余不多 现在的季节已过了 今天所有的黄虾 四五斤的样子吧 但是所有的烂尿虾了 好了现在预备回家了 我们出海回来了 把他们一点鱼回来吃 这个罗虽然长得不好看 真是特别好吃 来 因为家里面没有生姜了 我都用一点葱来去腥 好了 水烧开了以后 我们把萝卜放下去 不要太多 大概煎十五分钟就可以了 煮太久就多肉了 这个呢就是香萝 然后这个小的呢就是香萝 加拿到鲜煮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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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好复制 这样两点拌就可以了 因为鱼鱼的水分很多 所以我们不要耗熟 鱼 鱼 咸 放点葱 这么大一个我的牙签 够不够它 两个牙签 两根牙签才跳出来的肉 土米加豆腐鱼 它太凍了 不要断了 辛苦了 多吃点 别对我这么好 太淡了 你看吃久都要这样子 它的吃是软的 看你的厨艺好不好 尿盐都比较好吃 吃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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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的厨艺好不好 你会用的这些操卖 吃不够的 就这样子 你要吃不够了